糖尿病是我国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疾病,许多的糖尿病患者都需要特别地注意饮食,医生除了问诊以外,最常听的问题就是有关吃食方面的,这个能不能吃,那个能不能吃,毕竟忌口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,一般医生会建议患者饮食清淡,多吃蔬菜。 有些患者在听了医生的话后,饮食行为会变得比较极端化,比如只吃蔬菜不吃肉,把土豆,南瓜等当作主食,甚至想要依靠多吃苦瓜,木耳代替降糖药,但是长此以往,身体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,所以在进行饮食调节时一定要适量,在多吃蔬菜时,糖尿病患者也并不是是所有蔬菜都能吃的。 以下这六种蔬菜可谓是万万不能碰的。 1.甜菜 一听这个名字就要知道,这个蔬菜是糖尿病患者碰不得的,尤其是甜菜根,是制作白砂糖的关键原料,其中有丰富的这糖和转化糖,在被吸收到人体中会分解成丰富的葡萄糖,还有果糖,能够被人体快速地吸收。 2.糖尿病患者在食用甜菜后会有明显的血糖升高的情况,并且甜菜还是高热量食物,不纳饿也不利于血糖的控制,不适合三高人群食用。 2.菱角 菱角属于含淀粉极高的食品,多吃后容易导致高血糖,而且菱角中甲的含量较高,糖尿病病发肾病的患者吃了极易出现高甲血症,一旦出现将又发心率失常,因此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菱角。 3.老南瓜 老南瓜吃起来香甜可口,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以及较高的热量和糖分,吃多了容易升高血糖,有些患者喜欢把南瓜蒸着吃,事实上越是好消化的食物食用后,血糖升高的就越快,对控制血糖十分不利。 另外拔丝南瓜,油炸南瓜等烹饪方式,还会令患者摄入较多的油脂。 4.芋头 芋头营养丰富,其中碳水化合物高达13%,主要为淀粉,尤其是煮熟以后,生糖指数也会上升。 因此属于高血糖指数食物,糖尿病患者应尽量少吃或不吃,虽然吃起来不是很甜,但是很容易造成血糖升高,同时地瓜、土豆等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也不建议多吃。 5.香春 糖尿病患者是属于阴虚、燥热的患者,而中医认为香春多走肝精,可以助阳。 一般阳虚的吃了好处比较大,所以糖尿病患者并不适合,而且香春属于一种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,特别是香春的味道。 另外,有眼部并发症的患者,更应少吃香春,否则会对眼部疾病的治疗产生不利影响。 6.辣椒 糖尿病病病人不建议吃辣椒,糖尿病本质是体内阴虚,如果吃辛辣刺激性食物,会加重阴虚加重病情,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。 而且,吃辣椒有可能引发身体发炎或者出现浮肿现象。 糖尿病患者要饮食清淡,所以辣椒最好是少吃或者不吃。 糖尿病就怕并发症,多吃六种蔬菜,帮你调血糖。 专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糖尿病害怕这六种蔬菜,糖友可以多吃点。 1.金针菇 金针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食物,它富含膳食纤维,可以帮助减缓餐后血糖的升高,提高外周组织对胃党素的敏感性,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每天食用,以稳定血糖。 2.冬瓜 冬瓜中含有的丙醇二酸具有利尿趋势的功效。 丙醇二酸能一直存在淀粉,糖类转化为一种脂肪,能防止由于体内脂肪堆积,尤其对于适合糖尿病,高血压,肾病,关心病患者食用。 3.大蒜 大蒜可以通过促进我们人体胰岛素分泌,增加葡萄糖吸收,提高人体葡萄糖耐量,降低患者体内血糖水平, 并可杀死因感染诱发糖尿病的各种病菌,所以糖尿病人可以经常吃一些大蒜。 4.菜花 菜花的水分含量在90%上,热量低,含极少量脂肪和大量的膳食纤维,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,是糖尤的理想健康蔬菜之一。 菜花中的维生素C就可以帮助尿病患者调节血糖,还能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。 5.紫菜 紫菜富含紫菜多糖,蛋白质,脂肪,胡萝卜素,维生素等。 紫菜多糖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,糖尿病患者可以在饭前吃紫菜来降低血糖。 一般来说,紫菜可以做汤。 6.黑木耳 黑木耳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,其营养价值很高,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,维生素,蛋白质,黑木耳多糖等多种元素。 黑木耳多糖具有很高的降血糖,降血之作用。 既然蔬菜可以帮助糖尿病病人减缓血糖升高,怎么吃才是最高效的? 不要慌,一起看下去。 蔬菜可以降血糖,这才是正确打开吃蔬菜的模式。 新鲜蔬菜含水量高,热量密度低,富含维生素,矿物质,膳食纤维及多种植物化学物质,是杯的胡萝卜素,维生素C,叶酸,钾,钙,美的良好来源。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,健康成年人每日蔬菜摄入量应达到300到500克。 流行病学研究证实,多吃蔬菜,尤其是绿叶蔬菜,可显著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。 蔬菜作为低能量,低脂肪,低蛋白,低碳水化合物的代表,营养价值比较高,富含维生素,BC族维生素,叶酸,钾,钙,酶等多种营养素。 补充营养的同时,还有助于减少能量摄入。 膳食纤维对于糖尿病人来说,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素。 中国膳食纤维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。 糖尿病患者若食用500克蔬菜,大致可获得5到10克膳食纤维。 蔬菜的种类数以百计,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种类和营养价值把蔬菜分为这几层。 第一层,绿叶蔬菜,每天都要吃,并且占每日蔬菜总量二分之一以上。 比如说像,芹菜、油菜、韭菜、小白菜、菠菜、西兰花、西红柿等。 第二层,低糖蔬菜,包括白菜、茄子、黄瓜、白萝卜、豆角、苦瓜等。 含糖量低,营养价值并不突出,但是风味独特。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挑选。 第三层,菌藻类,菌菇类蔬菜。 与普通蔬菜相比有一定的特殊之处,比如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,富含活性多糖, 具有降血脂,增强免疫力等的作用,海带和紫菜富含点等多种矿物质。 这类蔬菜我们可以经常吃。 第四层,高糖蔬菜,代表蔬菜有,藕、鼻奇、洋葱、豌豆、蚕豆、百合等属于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蔬菜。 这类蔬菜可以作为配菜,不宜多食。 如果食用过多,应该注意减少主食的量。 第五层,主食蔬菜。 常见的蔬菜有,土豆、山药、芋头、南瓜等等。 这类蔬菜如果作为菜肴,那绝对是糖尿病患者的进去。 但如果作为主食的一部分,那就相当推荐了。 不仅可以减少主食对血糖的影响,而且饱腹感强,色香味俱佳。 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吃,只要注意吃的量即可。 糖尿病患者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每天不少于一斤,这样可以获得充足的膳食纤维。 既能减轻饥饿感,又不容易造成血糖波动。 蔬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,热量较低,对血糖的影响较小。 即使炒菜,也不要把蔬菜炒或炖煮的时间过长。 烹饪时间越长,蔬菜里的膳食纤维破坏得越多,酱糖效果相对越差。 所以,无论炒菜,炖煮,只要熟了就可以,点到为止,不要烹饪得过烂过熟,可以降低生糖指数。